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朋友当今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哎呀 客气客气客气 久仰大名 客气客气 再次欢迎奇闻今朝回家 因为各位也是以全新的身份 第一次在第七季的陪看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考验一下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 这轮赢了的人可以选我们的一个心动周边 输的会有小小惩罚 你先吧 行 来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拼图还是看书 拼图 兔子头套还是金鱼头套 三二一 兔子头套 音乐盒子还是盆栽 三二一 音乐盒子 好 错一个 一起看日出还是日落 三二一 日落 一起做饭 一起做饭还是点外卖 三二一 点外卖 真实了 有点真实了 同意问一下 我们俩商量一下 我们说那个做饭吧 好 来 一起做饭还是点外卖 点外卖 效果有了 有了有了 下一个 去海边还是去动物园 三二一 海边 好 错一个 你不想去海边吗 让他俩去场 但是你觉得动物园比较 但是你觉得动物园比较 这个回忆比较重要 是吧 我想是他喜欢在海边 发呆 我想是他愿意回忆 下一个 杨凯文给赵琪军的备注是什么 三二一 小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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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琪军给杨凯文的备注是什么 恶魔王 两人最想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 做品牌 啊 啊 不知道我瞎说的 你是吗 我想说是一起成长 哎呦 一共做三个 太厉害了 你们我们这根本 我们直接认输吧 我们 太虚假了 不是主要是我们有前车之鉴 来正大号说张军三个缺点 我最大的缺点 急 没耐心 脾气大 尴尬 害怕 纠结 他把我所有缺点说了一遍 我姐的是没有缺点 第一个问题 曾赵号的缺点是什么 三二一 蓝 蓝 不行 不行 不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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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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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丑还是抠啊 抠 抠 嗯 雪蛋姐他不抠 真的 不是对我抠 是对所有人抠 对 哈哈哈哈 哎 一日同人就行了 哎一日同人就行了 哎哎没事 走 哈哈 不是他就是 因为我不是在做工作室那些东西吗 他帮我对接所有的那种细节 对外的那种支出钱啊或者什么 因为我数学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会在这方面帮我就是精把细算 哎这说要点上了 对 他是在这种省钱 是因为他想帮张金省钱 对 是因为爱所以抠 但是他问的缺点 张金满脑响 只想说他的优点 嗯 所以他说了他这个抠 没错 节省这个 他其实不是抠 是节省 对哎呀多会说话呀 我觉得是对钱的尊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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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墙还是跳舞 三二一 跳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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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刷墙真的很爽 他感情很爽 他连底都爽 一眼爱我会打招又耍来 一眼爱我会体贴又过怀 刷墙真的很爽 就是 小小粉刷酱小小粉刷酱 喜欢冬天还是喜欢夏天 三二一 冬天 好样 再做错一个快点 张金的美食版恋爱风格次世的结果是 三二一 薯条 哎呀 我刚想问你自己记得吧 好吧 选个礼物吧 你要哪个 那我们把那杯子拿来吧 好 好 惩罚来了啊 我们的惩罚呢 就是输的CP 需要三秒内 一起吃完一根脆脆卷 两个人吃两个人吃一根那种是吗 对两人吃一根要三秒吃完 预备开始 哎呦我的天呐 多吃多蘸 今天跟大家来看一期今天的小巫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 看看跟我们过去的那些故事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开始吧 深圳啊 哇 真的美 漂亮亮亮 青眼啊 翁青眼 翁青眼 第一个来的时候应该都很紧张的 其实我觉得它还挺舒服的 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任何场合下即便自己没经历过这些东西它都会落落大方 嗯 我觉得这是新一代的人的感觉 哦 拿音师赏了 哦 哦 米达 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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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米蝶 不这一季好洋气啊 洋气 哦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h nice to show 所以这一季的选人标准是英语必须过六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你觉得你对谁印象最好 我觉得那个青眼印象最深刻 我也是 对吧 就是她往那一坐 她也不是特别主动的在去往外 但是呢 别人抛给她的她都能稳稳地接住 对对对 那你们每个人的那个状态 就刚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很像的 我那个刚见面的时候 没有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录小屋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就跟傻子似的 啊 因为就是也有一种 啊 不知者无畏的感觉 这个鹿汁还蛮可爱的 这个小多肉 嗯 哇 你好顺 你能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那时候就是想开热呢 哈哈哈哈 你们还是很一样 但是万一要是能感受到我就该是这样 哎 就谁也别跟我说话 我看别人行 但别人别看我 哈哈哈哈 大胆猜测这里边成了一段 哈哈哈哈 就是清雅跟 嗯 慕晨 清雅跟慕晨 啊 我觉得是慕晨和对面的女生 雨凡 雨凡 凯文平常她直觉准吗 不准 不准 哈哈哈哈 我只是大胆猜测啊 但是没准一会儿再来俩人我就换换人了 哈哈哈哈 哦 两个城市分别见面 可能有很多城市分别见面 三个城市 困了 平复内心的内心都打起来了 哇 好白啊 哦 这太美了 哈哈 哎呦 那都不行了 哦 很帅啊 我自己介绍一下 我叫 妮与童 男的 哦 那好 哎呦 哎呦 哎呀 哎呦 哎呦 她绝对喜欢乐言 嗯 今天就站这个队了 好 如果不是她俩 你怎么办 我请今天在场的每个人吃饭 就把画放在这儿了 哈哈哈哈 广州组什么出印象 高颜值 哦 我也觉得 市面有个人的特点 哦 对 他们都比照片好看 嗯 现在的我 如果再去来参加新东信号的话 我肯定99% 9.999% 选不上 我觉得各方面都有点不过关 怎么会呢 你可是天花板 我跪下了 我求救了 我 我化石 别求救了 我感觉以前的时候哈 嗯 咱们可能还觉得就是北方稍微直白一点 嗯 但我现在看了我感觉 他们更直白 就是他们有一种 我 可以先交朋友 我是觉得这个跟年代有关系 哦 对对对 嗯 我觉得现在的交友观念是更加的舒服和 不用先那么早确定什么事情 我们先多接触多交流 了解 嗯 对 真正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移民城市 所以说大家的状态都会更开放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嗯 还有两个人吗 东莞 香港 哦 哦 他们两个要选 哎 我觉得男生去了广州 然后我觉得女生其实也去了PG那边 那我觉得男生去了深圳 女生去了广州 嗨 嗨 哎太多了 垮掉 嗨 嘿嘿 哈哈 哎 二 到底去哪了 你会从这走进来了 哈哈哈哈 啊 也选了深圳 全猜错了 确实是去了同一个城市 但没去 广州都去了深圳 哈哈哈哈 滑掉 接下来将进行小屋的入住选择 现在释放唯一的且宝贵的follow卡 第一位发送名字的人将获得唯一的follow卡 没听懂 不是杨凯文你发一照一句名的就是你无条件跟随我 但我得是第一个发的 我才能拥有这张卡 哦 get 有人打了 有人打了 快打了 这手速了 快哦快哦快哦 谁打的最快 行强行 首先排除迷迪 他打得慢 他应该打得慢 哈哈哈哈 要是我我真不发 因为刚见面我直接锁死我觉得有点那个 发的也不一定就是说会锁死 只不过是我想对你有更多的了解 啊 也可以接受 我直接follow张金 呀 我直接就你会follow 真是 就你会聊天 就你会 就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发但我知道 以杨凯文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发的 你是不是不会发吧 是 了解了解 哎呦 哈哈哈哈 心动 哦 哎呦 这小灯关 哦 他们应该周边是一个比较黑的地方 然后他看过去应该就是一个发光的城堡一样 就两个两个刹车进房是吧 看看看看啊 中州组深圳组 期待一下 该如何选择 他们两个选择一个屋吗 拿棒号 哪样 说是吧 呜 呜 有缘感 有缘感 他选了有 刺激哦 哎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还蛮尴尬的 如果你 哦 他们又跟那个女生选一起 不选了就证明我对你不感兴趣 还挺尴尬的 如果不 但不一定哎 我觉得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初见的矜持 哦 哇 他们俩怎么能选到一个房间 真的 哎 刚刚刚PG选的 是 C01 那是一个房间 哎他等会他也选C01了 他也选了C01了 哎呦 C01人蛮威胁 如果他拿C01就太明显了 不是 C02有画画的 他肯定来画画的 他肯定选画画的 嗯 他这样能他施展他自己的魅力 啊 啊 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事情 啊 他这个 怎么了 谁把谁拆散了 不是 是左右男生女生 左右是分男生和女生的 应该是左右各留一把钥匙 你明白 然后他的规则是 小屋 只能住五个人 然后因为阴差阳错原因 读规则人却发现 哦 那家只兽一把钥匙 等于说内五个人 对 这个是正解 我现在都乱了 乱了是吧 没事 这符合你的状态 没事 这符合你的状态 没事 没事 小葫芦蛋 小葫芦蛋一个 大家理解一下 那你们当时真觉得就是如果不住在一个房间的话会有一道屏障吗 我说实话我一开始我觉得会有因为我当时他说过他想搬去602 我也在考虑我要不要一起搬过去 嗯了解 但是有心动的人了那可能就不真不想活了 我觉得这种对于主动性人格就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如果是个被动性人格 就是 比如像我这样的啊 学姐你好你喜欢谁啊 就是 呃 可能我 我真的有感兴趣的人在另外一个房间 但是当我第二天就发现 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很好的 我可能直接就退回来了 那你这个前提条件加了很多 他就会直接改变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有可能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主动性人格不会啊 他会想再去试一下 嗯 有可能 明白吧 这就不一样 而且实际上他喜欢的那个男生 他不一定真的跟那个屋的那个女生有走多近 只不过他们两个会一起出入 对 然后你就会产生退缩的这种想法 对对对对 是的 就是缘分的一环 对 对我们现在的嘉宾们有一定的了解了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就是看看两个CP之间 有没有什么向对方好奇的问题 那我问一个 嗯 那你俩啥时候办 办婚礼 明年 明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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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想的是六七月份 因为我们想赶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去办婚礼 所以现在准备了吗 对啊 对 怎么了 那我 我得去 那我 我得去 你去 你来你来 哈哈哈哈 自卑气球随大理 自卑气球 你问他们下一步 我问他们下一步他俩真回答不上来 下一步能回答上来吗 没下一步 呃你们什么时候开业啊 那个舞蹈馆 这个快乐 我觉得这一集这一集播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了 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在上海什么地方啊 上海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跳得好吗 哈哈哈哈 啊 他们的新新店就开业了 啊 真的好 恭喜你们看你们这个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红红 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谢谢 谢谢 问他俩什么时候要小孩 哈哈哈哈 一抱还一抱是吧 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还早 这事 因为就现在养一只猫一只狗 其实负担挺大的 哈哈哈哈 不用正经回答吧 不用正经回答吧 哈哈哈哈 找到了吗 确实找不到 找不到 没找到 这个是不是要睡觉的一个人 要不要睡觉的一个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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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觉 对 他可能是困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今天我就来不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 哦 我明天会教育大家 然后我会包子的戏 很多城市分别讲面 异地恋 好 这怎么就异地恋了呢 我觉得香港 香港如果到东 到东莞这儿 每天只要两个小时就能过来 那其实还好不算异地 我有一段时间跟增长号是异地的吗 我刚跳槽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还在北京 然后也是经常打视频打电话 就像刚刚那个包电话粥嘛 我们那段异地的那段时间 我们俩不靠电话 我们俩是靠玩游戏 因为纯包电话或者视频什么 有的时候也太 就是东西会太多 然后还不如就是一起玩 结点闷 就这种 嗯 真不错 嗯 但那段时间不行 这段时间就是 那个就是挺 反正挺响的 离不开 当代爱情典范 哈哈 谢谢 现在就是时间长 可以拉一下距离 时间长可以拉一下距离 现在腻了是吧 腻了 时间长要拉一下距离 听听这虎狼发言 听听这虎狼发言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异地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吧 对 哎呀 就是不要去轻易地开始一段异地的 感情 嗯 有点在没做到准备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恋爱已经先开始了 才异地 那就是 两个人想办法去 突破这重重的难关嘛 异地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诉说思念 为了考验你们 表达爱意的能力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挑战 东报版先有灵犀 那你们先来吧 行 俩字 你蹲下去 蹲下去 蹲下去 第二个字是这个 种花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我爱你 我爱你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爱 爱打人 爱抱自己 爱围 爱抱 爱拥抱 爱抱 多来点 爱什么 哎呦 你整死我 爱整死我 爱整死我 四个字 他不知道这个词 《孔子》 那你要不就过 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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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种子 哈哈哈 我种子 种子 黄金矿工 当当得当 不是 这怎么 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求婚 对了 来吧下一桌 我怕凯文真猜不出来怎么办 我肯定猜不出来 主要我做不出来 谈起他 好的 我怕凯文真猜不出来怎么办 我肯定猜不出来 主要我做不出来 这什么 花儿子 花儿子 哎呀 我连声都不出 真厉害啊 不愧是天花板 三个字 是冷 嗯 是什么 什么 什么啊 你换一种行李方式 pass 币眼 那是堆雪人 啊 开始 竟然我想做同样的动作 打雪仗了 为什么切蛋糕 切蛋糕啊 两个字蛋糕 四 三 二 八 八 八 做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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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动名词的结构就不好弄 不是 你做蛋糕 为啥要切 怕 因为我刚发现 我这样的话 你不明白我在干嘛 你明明在游泳呢 哈哈哈 哈哈 启文加二十分 新疆加三十分 这一轮赢了的人 可以选一个心动周边 咱们要哪个 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呗 既然我节目里爱喝水 我就要那杯子吧 那你就拿吧 赢的人 交输的人 跳舞 啊 我们来个手势舞 哈哈哈 这挺简单的 行 crazily 这不用 这不是跟你学 跟她学是吧 你不要交啊 别一块去 合事了 来咱们统一一下 来 三 听到那高岳的老师 先往外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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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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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难啊 好了 因为来一遍 不 我一样 蹬出来 Ready go 我好像全都弄错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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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可以吧 你们两个也可以去舞蹈赛道走一走 哈哈哈 加上我们首饰舞大军阀 哈哈哈 我会 飞 那个乐颜和乐颜 木头 米迪要投给小米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小米会投给那个 是木层是不是 是看到木层的照片所以来的这 yes 有可能 对吧 Gate 不 我觉得他会投给米迪 你觉得他会投给米迪 对 OK Oscar是说看了谁的照片来的 他想的清雅 对对对对 那他可能还会投他对 嗯 清雅会投谁呢 所以他可能会投给Oscar 哦定豪和那个可能行 妮妮 妮妮 好那我们继续看 小米 这是那个木层 哎笑了笑了 小米给木层 因为这小米是选的木层来的嘛 哦乐颜真也很好 OK 你看他笑了 相信我 我预言之神 蒙清雅 对吧清雅 清雅给Oscar了 OK 定豪没有短信 对因为妮妮发给那个了 对 定豪是没有短信的 迷迭发给 迷迭发给小米 小米没毛病 小米还会再收 哦 还能再收 PG 定豪 哎呦哎 画画的男生 清雅无短信 清雅有吧 清雅没有啊 现在目前没有 男生都发完了吗 对啊 哦 因为小米那边收到两条嘛 对 哦 这个很知性啊 看着 是的 这是清雅 哎 不是 这是清雅吗 糖醋排骨嘛 那个煎饼果子 他这一身 西装真的非常的金融哎 哈喽 就非常的香港 中环那种做金融男生 你好 这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啊 杜伦口 对 因为他们可能一会要坐船 去跟他们见面 或者那个船到 他跟他们见面 我叫托某 啊我中文名叫家后两 嗯 有号 有号 三点水那个 啊我做微波冲浪的教练 他不是做金融的 他是微波冲浪的教练 他不是做金融的 哈哈哈哈 就在这打脸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个是什么 熟悉 哈我们当时就是那个 我们当时也吃了 第一次就成员 挑口味 口味下面有任务卡 啊 吃着吃着突然开始 是完全新化大冒险 下面全是题目 啊 嗯 我收到问题是 问了在座一个异性 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你问的谁啊 我问的反正不是张晶莹 哦 我能问是谁 你可以问 谁啊 就在座另外一个女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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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你印象是什么 说反正说像哥 像有点像哥哥一样的是吧 像哥哥一样 哎 言外之意对他没感觉 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 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嘛 就是大家都带着一些试探 对 嗯 而且我说实话 他们可能其实到这个时候 也就第二次见面 嗯 大部分人就第二次见面 大家对彼此都还没有 什么印象 嗯 所以有点这样的小游戏 其实可以加深 对在座的大家的印象和 但是我对有可能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游戏也会让大家就是 让其他人也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就是你你你大概的方向是什么 啊 嗯 嗯 你此刻的心动感性的对象有变化吗 好刺激啊 这个 他要好好回答 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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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头了 今天就站这个队了 好如果不是他俩 你怎么办 我请今天在场的每个人吃饭 相信我 我欲言 知神 你要快打脸了 就是 我是刚刚通过一个餐桌的初印象来判断 可能这两个人会在未来产生一些爱情的火花 但是啊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的行为 只是他们生活中或者在小屋中一个非常非常不完全的归纳 所以大家无需放大 我认为恋宗不应该是一场恋爱考试 所以不应该有具体的形式和标准答案 说得很对 你没有人运车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 那就好 当时你的节目里开车了吗 我开了呀 你们坐过彼此对方的车吗 坐过 后来出去玩的时候就坐了 对 你觉得我开车技术怎么样 他确实挺稳的 因为他很小心 因为你在车上呀 对 哎呀多会说话 因为你在车上呀 他希望让你感受到一个完全舒适且安全的驾驶环境 嗯 没错 分享一下那天你对他的开车除了车技以外的感受 那天就是 那天就是 就聊完觉得他不像我对他第一印象那么 那么 那么不起 Dont ,不起 不起意思 不起aya 不起aya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哈哈哈 哈 哈 哈哈哈 你的用词真的很棒嗯 有深度有内涵 因为之前我们俩只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那一次就是聊完之后 对 然后就会有互相有更多了解了 今天的陪看部分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来统计一下 所有互动游戏的分数 我们第一名就是 齐文 耶 小庆得冠 小庆第一 就是齐文CV获得了我们最后的胜利 那这个大奖真的很厚 红包啊 现金红包 你去吧 你去一起吧 尊重 尊重 一起吧 我怕太沉一个人接不住 好嘞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真的是钱呀 大老后了 真是钱 像是要送我的家门钥匙 来 凯文打开 这吓我一跳 请男生单独前往701门口 零取消 其实你两个男生一早就知道这个惊喜了 只是不知道输赢结果 对 百万大奖 那我要去领奖了 啊 前组这次玩的花活还挺多 让人充满期待 会是什么奖品呢 你不是知道吗 能说吗 不能 让我们揭晓这个神秘的大奖吧 什么呀 杨凯文同学 不 这只是一个前奏 是什么 然后先送给你的鲜花 这个挺好看的 然后咱们都一块出去 外面还有 外面还会有一个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惊喜 就是无关物质 只在乎我们的精神状态 这话说他知道 他知道 因为有可能他们也会赢你知道吗 你们一早就知道 对 让女生去感受一下 爆灯是什么感觉 我一猜就是 是 那你准备好了吗 杨凯文 这是一次爆灯 我在这边 好 然后我相信其实很多环节 然后去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感情 所以如果说我的话 我愿意一直为你爆灯杨凯文 太帅了 勇敢的爆灯者 这是为你准备的专属 助攻礼物 心动手链 预祝告白成功 收获甜甜的恋爱 OK 看一下这个可爱的手链 哎哟哟 哇塞 谢谢 谢谢 抱一个抱一个 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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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起在这拍一张 比先比先 比两个先 心动的信号 下次见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 遇到心动的人 就勇敢的向前冲 然后去奔赴自己的爱情 好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什么要说的 我说 我就简单说几点吧 嗯 简单说几点吧 好 好 拿本记一下 但我觉得不光是对CP的 我觉得是对所有 所有人的 大家的就是 大家对你的 所有的观点 无论是表扬你的 贬低你的 其实都是他们 所认为的 节目中的那个 那个你 样貌品的 就是不要害怕一些言论 然后带胆做自己 我是觉得 对所有CP也好 不管 他现在选择的那个人 是不是以后 能够携手一生的人 但是我都希望 他所经历的这段感情 是一段有意义的 这就足够了 可以给他带来 个人成长的 嗯 如果你允许 自己做自己的话 你也要允许 别人做别人 这句话可能 既是对 今天参加小屋的 行动嘉宾们说的 也是对成了的 这个情侣说的 啊 对 谢谢 对 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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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